大数据分析 再来我还要介绍 用大数据分析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你看我上次做这个资料 我上次做这个资料 我只有做到8月 我只有做到8月 我们来去看资料好了 这个登革日的资料 资料表 我从这个发病日开始来排序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的最后最后收集到的资料是 2017年8月14号 可以大概了解 就是我现有的资料 我停留在2017年8月14号 就是说当我在做统计分析的时候 当我在做这个视觉化报表 我是不是画了很多视觉化报表 我的资料的结束点 是停留在2017年的8月14号 可是现在是2017年的9月了 对吧? 请问一下9月1号 你是不是要出报表 你每次每个月出报表 你可能你就是上个月的月底 就要加班 如果真的你还是这样子的情形的话 请赶快找专家 帮你解决 因为这边代表就是太多的一些工作 全部都该自动化解决 您看哦 最好是做到随时更新 什么叫随时更新? 老板他想要看的 可能不是一个月一个周期 他可能他要去报告 最好是报告到当下 你们说对不对? 如果你让老板拿到的是上个月月底 如果你让老板去报告的结果是 例如说 这一分这一秒之前的一秒 就是一秒之前的结果 那我会觉得你的老板掌握资料是即时的 是real time 这是重点啊 好那怎么做到这件事 就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 您看这边我资料是不是分析到8月14号 8月14号 当我点选这个重新整理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去倒一杯水 然后回来 不用喝 他就做完了 我做给你看 我喝给你看 不过这牵涉到网路的速度哦 我喝完了 他也做完了 做完了吗? 你看刚刚是不是在8月 8月 现在呢 现在呢 已经到了9月 而且只有这张报表更新吗? 错 全部更新 了解吗? 我们去看一下 现有的资料 刚刚是不是做到2017年的8月14号 然后我们现在再点一下这个资料 我在 什么都不用做 你看这边发定日 2017年9月17号 那你一定会说 那9月18号呢? 谁规定天天都要登格订定数呢? 就是没有啊 对吧 你要期待 你要期待你的主管 因为上一次高企业主管的课程 也是我来介绍的 我就要跟各位主管分享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不能一直停留 停留在第一资料不分析 就是你只是纯粹收集资料 在座很多的主管手上都有资料 可是有没有分析 这是他们应该要去思考的 可是呢 你们是比他们更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你们去控制 收集到真的资料 还是模糊的资料 绝对来说 当你看到人家写那个北市 你到底觉得 你会把它认定是新北市 还是台北市 那你就会说 我去看一下 我去看一下 身份证字号 对不对 或其他的资料 但是你要知道 新北市人库有多少 你可能每一笔都这样子来去做精细检查 可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 当我们今天拿不到正确的资料 后面 那个资料整理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然后 整理完的资料呢 正不正确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分析 分析出来的结果 都会影响 因为我们最后 是要去做预测 是要去做一个趋势 总而言之 我刚刚秀的这个动作 只要点一下重新整理 立刻掌握即时资料 你们觉得好不好 你就不用每个月在那边重画了嘛 大家是不是每个月用以色调重画 而且会导致这个月画出来 奇怪 那个格式啊 跟上个月的格式 不一样 那 好心一点 主管呢 他就问你说 请问一下 为什么 那个线的格式 颜色都不一样 能不能统一 好 现在全部都统一了 现在根本我们都是直接没有重新化 我们只是把资料重新汇入进来 我只是希望说 这个重新整理的概念 它真的可以让我们节省很多很多的时间 千万千万不要再继续引用以色调那种概念 然后只算到 我们可以算当月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算 当月跟去年的当月 就是同期 我也可以算 今年跟历年平均的值来去做比较 这都可以算的 而且做完这件事之后呢 以后每个月只是重新整理 就做完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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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